中正社大旗袍舞美女们在台上优雅演出 为台北五亚水影片争选开跑节目 由台北市观传局和有线电视公用频道协会 举办的影片争选活动 邀请民众拿起身边的手机摄影机 发挥创意记录台北之美 交足总奖金14万元的名额 让您的入选作品在公用频道上播出 对于公用频道我个人感情深厚 因为我的硕士论文刚才有跟王老师报告 我就是写公用频道 我们公用频道是从2001年4月15号开播 当时其实也是为了落实有线电视法 跟媒体禁用前这样的一个理念 来做这件事情 当然最主要的是那时候 大家这个频道之言 非常的稀少跟珍贵 那我们希望在台湾这样一个当时这个媒体 台湾在媒体这个部分 是商业化非常严重的一个情形 我们希望有一个 这个免费的这样的一个电视平台 能够让我们的市民能够自由的应用 以及发挥的创意 那当时我们跟有线电视系统有9家来沟通 当然这个频道的资源非常的珍贵 而且又要有线电视系统业者来出钱为应 他们是相当的为难 但是经过沟通之后啊 这个系统业者还是往大方向来看 那成立了这样的一个这个公用频道 那当时的定频是在77 那经过这二十几年的努力 现在已经在第三频道 那其实是更前面 是更好说事 那当然现在大家都知道 这个媒体的市场是大爆发 我们的传播科技是日益的发展 加上AI的科技 我们现在的自媒体其实非常的兴盛 媒体禁用这样的一个情形 其实存在在我们的社会已经不是问题 但是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避免假信息 假信息变成媒体试读 这个部分就比较重要 但是不能因为这样 我们就把公用频道给 这个就当成不重要 我觉得各位先进尤其是理事长 大家都是非常这个有前卫的专家协着 我们应该来思考 如何让我们这个CH3公用频道 扮演更积极的资讯平台 让他的知晓度更好 我过去这个八年在松山区当区长服务 我刚才有跟王老师报告 其实在社区在地方上 这样的一个平台 其实有些活动 包括我们的礼 包括我们的公庙 包括我们社区大学 包括我们学校 每天都有很多的活动 但是这些活动 其实是没有什么平台可以录出的 除非他们自己用他们的自媒体 那如果说做新闻的话 媒体记者 大概全国性的新闻媒体记者 对这个也没有兴趣 大概都是要靠有线电视系统 我的这些非常辛苦的媒体记者朋友 他才愿意去做采访 所以未来我们的公用频道 应该如何跟地方多加结合 如果在没有商业利益的考量之下 像有一些公庙的活动 其实都是非常盛大的 都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平台来录出 而且能够做到有独特性 让民众愿意来收看 那我想这样的一个平台就成功了 我们关恩旗当然都非常支持 这样的一个公用频道 也期望跟公用频道 一起来努力 让它成为一个很积极的资讯平台 扩大参与族群 然后结盟NPO的禁用 对我来讲 其实刚刚副局长也跟我谈了 就是说其实如何使 那个知名度要提高了 那要到地方上去耕耘 那我想我今年的工作目标 第一个就是扩大族群的参与 就是要让更多的人有机会来禁用 所以我们今年在那个奖项里面 也讲泰国语的也讲泰国语的 希望他们能够也来用我们这个频道 那再来呢 我们要结合NPO的禁用 所以今年我们特别开示了 一系列手机影像课程 是针对NPO的伙伴 请他们来上课 来用我们的资源学会拍摄 那我想经过这几个面向里面呢 我们特别要让这个扩大出去 那另外我们跟社区大学的合作 也是从去年都开始了 那谢谢社区大学一直来支持 那今年呢我们一样有社区大学奖 那我刚跟刘相长也报告过了 今年要由社区大学来推荐参赛者 然后之后我们有个奖项 提供给社区大学好不好 那希望经用这几个管道呢 能够让把我们公共用频道做得更好 把它做得更热络起来 活动旨在促进多元文化发展 鼓励民众落实媒体禁用权 除了影片征选 还有系列活动 如影像人才赔力课程 市民化新生 影片征选成果的陆续登场 欢迎民众踊跃参加 记者温宏郡台北报道